男色上衣男子聽到有人要報警 一步上前手舉超高 失控怒打電源 一群人圍上去勸架 男子接著攻擊男客人 場面大失控 穿著黃色上衣的疑似是男子的母親 拉不住兒子雙方扭打成一團 母親站在旁邊勸阻失敗 不斷向其他人道歉 其他客人全傻眼 28號晚上7點多 高雄左營這一間火鍋店 台風天營業生意太好 疑似因為病桌 釀出口角衝突 有人跳出來要男子冷靜 沒想到被怒摔碗盤 男子還走到其他桌 拿熱鍋做事攻擊 男子情緒激動 一度和警方發生衝突 當場被遠景控制 火鍋店開門做生意 結果被男子這一鬧 不但沒賺錢還虧大了 當天晚上客人全店免單 對男子不追究責任 最後警方將男子強制送醫 男子打人又摔盤 失控行徑 已經讓客人沒了吃飯心情 記者高雄總報道